成都站的比赛结束之后 龚立娇回到家乡 河北奥体中心继续备战 随着东京奥运会的临近 每次大赛前 她都会回到这个熟悉的环境 训练一个月的时间 我觉得千秋是我与生俱来的一部分 我11岁第一次接触千秋就很喜欢 我出生在河北石家庄 小时候是比较怂 当练爱体育之后让我胆子越来越大 性格越来越外散 我记得那个时候 刚刚进省队的时候 我们省的郭晶晶获得奥运会冠军 当时我就憧憬了 我什么时候可以参加一级奥运会 这个愿望终于在2008年实现了 我印象最深的 应该是当时进场地的时候 我腿一直在抖 太紧张了 刚才你脸都捧住了就 19秒20 不错 真是第一次比奥运会 这个19岁 这个场面 对于她本身来讲 确实有点太盛大了 最后是第三了 但已经是达到自己的一个目标了 12年的时候 就跟一场梦似的 12年奥运会推上 我要拿前三名 但是还是大概经验不足 最后是第四名嘛 结束之后 戏剧性的改变吧 替补的第三名 所以那时候真的跟一场梦似的 我觉得每一场比赛 对我来说都跟做梦一样 就是只是 有的是美梦 有的是噩梦 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们这个项目 其实挺枯燥的 遇到瓶颈期的时候 就是怎么逃她都不远 又始终在那个圆点的时候 有时候就特别想 就不理她了 就那种感觉 又爱又恨嘛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并不是一帆风顺吧 也经历过那些欢笑 泪水 人就是越挫越勇 尤其是我自从16年 就是越洋医会的惨败之后吧 16年成绩确实还挺好的 匹别也是那年投出来的 感觉就是照着冠军去的 那种想法 从整体的一个情况 包括大家队伍的期望 好像势在必得的那种感觉 这一次比赛 我觉得到现在 对于董一娇来讲是个机会 来看看第二投 投完第二球之后 我就知道肯定没戏了 今天总感觉到 这个运营有点动起来 第一次有那种感觉 因为我就是那种人来风 比赛状态就是特别想展现 或者说有那种劲儿 但是那场比赛我就想 赶紧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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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投一球对我来说就是煎熬 就是那种感觉 啃个这一头 出手 这样还是第四 怎么说就是可能还是自己 给自己的养力太大了 今天顾敏娇的表现 不是一个正常状态 我感觉她都快哭了感觉 那时候就自己 对自己特别失望 怎么说你就是把它当成 你的全部了 然后等你真的失去你的时候 你就觉得你丢了全部 亲友的时候觉得自己觉得都过去了 其实有的时候令人痛 始终就是在最深处 除非你触碰她的时候 她会突然间就是出来的时候 那个点真的是 千万次的出手啊 就为了这一刻啊 经历了里约奥运会的失忆 在伦敦的风雨中 在参加了三届奥运会 五届诗锦赛获得五枚奖牌后 龚李娇终于在职业生涯的 第六届诗锦赛登上了最高领奖台 从2007年进入国家队 这个冠军她等了十年 这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 真的说 能坚持到现在 我也有时候觉得特别佩服自己 有时候看之前的那些去年录像 就感觉这是我吗 就是我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就是那种感觉就 就感觉就是不可思议的我 人经历失败其实不可怕 可怕的就是你失败之后 你爬不起来的 但是我既然从失败中爬起来 又能重新走到这种巅峰状态 我觉得这就是生命 就是那时候比赛的时候就觉得 这不是就是真正的我 我觉得我不是这样的 我应该比对有好态度 就觉得应该把自己找回来 要重新打发从零开始 就从起跑线开始 觉得这可能也是蜜 这也是蜜 从内心里边就是崇拜的感情 就是很坚强 可能有追求 他会比别人口里很多 就是有时候他不舒服 或者他会觉得你是不是很累 那么他可能就会选择就是 不做或者是解采一种世界 就是 九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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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六度 三十六度 三十四度 三十四度 然后他特别神奇的是 投完三以后陪我 我是龚立胶的师妹 我们在一起训练三年多了 平时生活就是也很照顾我们 有什么都会想的师妹什么的 然后他就是在训练上特别的 他是那种特别努力 特别刻苦的 然后我们就是都是向他看齐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想偷懒 然后看到他那么努力 就觉得说 哎呀我们在这干嘛呢 赶紧去练吧 就那种感觉 很有带动心 只要有娇姐在 到哪儿我们都是笑声一片 因为你都能天天的宣传 就是哈哈哈哈一天笑 在一场生活中呢 他对我们来说是大姐姐 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照顾有加 他很善良也很可爱 拿着千情我不投 一个不够 我拿好几个 就是玩 玩什么玩 吃面去 我只希望通过自己的热情吧 能把这个冷门项目点燃 多发一些 我们平时的一些业余的这种小活动 让大家知道 我们千秋运动员 其实虽然玩的很冷的项目 但是我们的热情 是最热情的那种 你说再来看那种 就看给大家教学 疫情的时候吧 我就是 有时候给自己增加点 一点兴趣爱好嘛 还能帮大家解决一下 这种生活上的一些小困难 教教之处 你的是最好的 教教者都在教教者 我是崇玉珍 是鼓立教的教练 我呢从十岁就开始练千秋了 到现在呢 也有48年了 在这48年当中呢 就一直跟这个千秋打交道 没粉 提前个三五分钟过来 就是准备一下 2017年世锦赛之后 我就当了鼓立教的主教练 在这之前的五年 我是当的这个千秋队的领队 兼教练 那期间呢是德国的外教 我从中也学到了不少的 训练方法呀 跟这个训练手段 然后呢结合我自己的一些 这个经验跟这个教训吧 因为我从1994年就开始 就当了教练了 今天天真好啊 太热了 在这之前的几任教练 已经给鼓立教的水平 带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 外教是20米43 咱们内教呢是20米35 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但是作为我来接手呢 我的压力就是说的 不能低于这个水平 要保持它原来这个水平 一个是呢 要给运动员一个信心 不管是在训练上 还是在比赛上 再加上鼓立教呢 他又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 他呢就是说的 跟教练员配合这方面 他也是特别注重 不管是说生活当中 还是训练当中 他特别听话 这一点我是特别欣慰 请 这个方向对了 看吧 这个方向是 那个球是跟着身体走的 就等着 就等着哭走 我始终就是在训练方面 就从来不会去偷懒 教练安排的任务 基本上就是 在没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或伤病不出的情况下 我都是特别认认真真地 完成这个教练的计划 就跟教练配合这块特别好 所以我的成绩呢 就是从我刚到20米到现在 基本上每年都能到一次20米 所以这也是秘诀 鞋长感觉是发力 我一定要感觉那个走化是这么 一个合力增出来的 2017年世锦赛夺冠后 龚立娇连续三年世界排名第一 2019赛季 龚立娇实现钻石联赛三联冠 并在世锦赛上蝉联冠军 这个赛季 他更是在出战的13场比赛中 夺得12个冠军 成为那一年世界上唯一突破20米的 女子牵球运动员 世锦赛我拿了 奥运会的234也拿了 但就差奥运会冠军了 我现在更重要的是 稳定我的这些技术 然后能在比赛中发挥出来 就是没有什么比梦想更值得坚持 我就觉得人一定要有梦想 万一那天实现了呢 走 走 我拿了 2020年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 东京奥运会延期的消息 最终还是成为了现实 真正当这个消息宣布下来的时候 其实心里还是有点失落的吧 突然间可能整个神经就给松懈了 然后我的膝盖就反映了 当时就是疼得真的是 走路都瘸着拐着那种 然后投球呢也不能正上头 就坐着投 就那一段我觉得是我 就是 就可能就是 就觉得奥运会延期了 然后对我打击很大 然后我的伤病又对我打击很大 就那一段让我觉得 就觉得可能是人生中 感觉最煎熬的时候 对于运动员来说 一个周期四年 我正好连续三年 已经拿过世界第一了吧 等第四年的时候 我觉得这冠军就感觉 已经在近在咫尺的那种感觉 但是突然间宣布延期 我又觉得天塌下来了 当时那个膝盖伤挺严重的 里边挤水 大夫给他抽水 打这个玻璃酸钠呀这样 去治疗一段时间 整个一年的情况 很难的很艰难地度过来了 然后就是到今年的冬训开始 基本上能正常的 就是说的正规的训练了 今天感觉在训练完反应大吗 酸 就在这 就刚睡觉一下床 那里面 刚落地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一扎地就在这里躺着身 没有弧度 对 看我们去看这个地方也能看到 对 不过还是比较轻 不要担心 对对对 上午的专项训练结束后 龚璃胶进行了膝关节的检查 这个检查一般会在高强度训练 或比赛前后进行 常年的训练 让龚璃胶的左腿膝关节 出现运动损伤 科研团队会对他进行 针对性的治疗 并把检查结果反馈给教练 以便与教练及时调整训练计划 大家可以看到他在去年的时候 他的整个膝关节内有大量的基业 今年的2月份 基业已经有一个明显的减少 今年4月份到现在的话 整个关节基业基本消失 关节的活动度和功能 都是一个良好的状态 我们请我们生物力学团队的 东海军博士来介绍一下 杨继敏 中国田径协会投掷部部长 2019年多哈世锦赛结束 他主管投掷项目后 便建立起科研团队 功力教也是这个团队 重点保障的运动员 因为功力教里面 吸也好 怀也好 长期接力 确实有很多的伤 通过科技助力的这些团队 把训练监控里面的技术监控 运动员训练复合强度的监控 还有就是运动员疲劳的监控等等 综合起来来进行做一个 叫整个训练监控 所以这样呢也巩固和 持续的他那个教练员 对他这个系统训练的安排 这样对我们专项成绩水平提供 确实其他分的帮助 老运动员都有常见激烈的伤病 要找一个合适的 比较有经验有水平的体能师 我们请到了就是澳大利亚的 一个叫Meyers这个体能师 他从运动员的身体结构 来正确地看待 你在这个伤病造成 是否有你用力的顺序 肌肉的发力上的不合理所造成 所以他去纠正这方面的东西 例子是 例如她的平衡 例如她的肌肉 她的肌肉 上的肌肉 串则拌均畅 练习了 你身体的肌肉 似习有关于她的肌肉 因為她的右腳跟她的平衡 如果我們不正確 可以導致膝痛、腿痛 和她的踏技術 六月的上雨潮濕悶熱 天氣與東京類似 選擇在這裡比賽 也是為了更好地模擬東京奧運會 龔力嬌在這場比賽前 已經參加了兩場世外比賽 但成績還沒有突破20米 去的時候就感覺 就還是有點壓力的 但是當時我就想著 所以我這場比賽一定要突破20米 今年這個時間吧 沒有大比賽的鍛鍊 所以就是比賽的經驗 好像是有點下降那樣的 一直想找到這個比賽的感覺 但是沒有找出來 所以她也著急 我也著急 腳在平衡 這個右腳是有點扣 直接滑過來 直接滑上去走 前一段確實練得很系統 然後練得也不錯 然後各種保障都非常到位 所以我覺得這一場我一定要 偷出一個像樣的成績 來穩固我的下個月的東京奧運會 來看看龔力嬌的這一頭 這一頭準備還是很充分 全力出手 這件是非常狠 龔力嬌在第一頭便投出了19米43 在良好開局下 龔力嬌隨後的幾頭 成績都在19米以上 能否突破20米就看最後一頭了 龔力嬌今天是奔著20米去的 它能夠有一個20米的表現 完全放鬆了 出手 隨著千球落地 龔力嬌最後一頭的成績 定格在20米31 這個積蓄了一年之久的能量 終於在這一刻爆發 這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績 就是一直憋著這個勁 然後訓練也有這個實力 昨天投了19米3 我說明天再遠1米 差不多 我倆看著說差不多 今天這個成績 也是憑我19年一個最好成績吧 所以對我來說 尤其是對下個月的東京奧運會 我覺得還是比較有信心的 我覺得東京奧運會 我一定比這個還要好 回去這40多天馬 我一定會穩住 然後爭取下個月圓棒 達到20米以上呢 就是一個比較高一點的水平了 在世界來講 幾幾年沒有人突破 基本上就是鼓勵叫一個人 但是目前今年的感覺 雖然他年齡越來越大 恢復的也越來越難 但是呢 我們從訓練上面 整體的實力 提高他的實力 沒有因為隨著年齡增長而停止 我覺得訓練還是整體實力 還有提高的感覺 對這個奧運會 還是挺充滿信心 隨著東京奧運會的臨進 結束上渝戰比賽的拱力交 回到北京體育大學國家隊的訓練基地 這兩天就算是累不累 挺累的 因為前一段比完賽 就是這個比賽還是挺雙氣力的 然後這幾天就可能還是 這一天吧也是訓練比較好 也沒有就是去這個練手吧 就是還是因為下一場比賽 就想還是一賽再練吧 就沒有想調整 就想那麼練下去 所以還是比較累的 就現在 疫情也難關鍵之後 我就覺得給自己的要求越來越高了吧 因為我本來就是一個追求完美的人嘛 就覺得把每件事都想做到極致 壓力還是比較大的 因為大家對我評價 我應該 一球場就應該是冠軍 但其實冠軍哪有那麼容易啊 自己一直在說服自己吧 就是說不應該把別人對我的這種期望 或者對一個自己的期望看得太重了 重點是放在每一球的這個技術上吧 所以說拿冠軍不是那麼容易的 除了自己的客戶修練 可能就是所有的人 都在為你成為冠軍而努力 我覺得只要祖國需要我 我肯定會 一直把我的這個體格打 等到最後